这个靓仔太社会了 脚穿破旧大拖鞋 随身携带福特家 每天上课 都是最运劲的在睡觉 可每次考试 却都能考一百分 小学读了四年 直接跳接到了重点高中 他叫杰哥 浑身散发着王霸之气 学校里的校霸看他不顺眼 却被他一句话摆平 从此以后 学校里再也没有人敢招惹杰哥 他就是学校里最靓的仔 可在他的同众阿维眼里 就是一个屌毛 在放暑假的前一天 白花邀请了所有的同学 去参加他的生日派对 唯独杰哥和阿维没有收到邀请卡 阿维一直暗恋着白花 为了参加他的生日派对 专门买了一件中国风的龙夹克 还给他亲自画了一张素描像 当做生日礼物 放学的时候 阿维心情不好 但是他的龙夹克 吸引了杰哥的注意 他觉得这个夹克太酷了 可阿维并不想搭理他 回到家的阿维很伤心 现在想把给白花画了素描像丝了 可到了第二天 杰哥开着一辆越野车 来到了阿维家门口 阿维打开没一看 钥匙孔上插着一把螺丝刀 这明显不是杰哥的车 来到阿维家后 杰哥明显没有把自己当外人 然后两人边玩游戏边聊天 当聊到斑花生日的时候 阿维还给杰哥看了 已经准备好的礼物 看着伤心的阿维 还有这张素描像 杰哥好像明白了什么 于是他开着越野车 带着阿维上路了 虽然没有妖精卡 但他们还是大摇大摆的 出现在了斑花的生日派对上 阿维把素描画送给斑花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杰哥又带着阿维潇洒离去 回到车上之后 这让阿维开心得不得了 他从没有感觉这么酷过 可杰哥却说 还有更酷的 说完就一脚油眉到底 翻向盘一打 手杀一拉 退出的越野车 也玩起了飘移 在无数人羡慕的目光中 绝尘而去 他们成了今晚最亮的仔 成功吸引了斑花的注意 两个十四岁的少年 开着偷来的车子 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为了不让别人找到他们 还扔掉了手机 他们没有目的地 只是一路向南 直接上了高速 由于这是杰哥第二次开车 车界有点招人恨 后面的车子刚超过来 就对了他们口吐芬芳 看到他们都是未成年 还用手机拍照 要去报警 可杰哥根本不管这么多 为了不再让别人发现 自己是未成年 他用黑色的胶带 伪装成了胡子 两人继续上路 来到一个路口 从左边还是右边 两人现在已经迷路了 杰哥看了看手表 按照上北下南的方法 直接右拐 可还没有走多远 前面的路就被堵上了 可杰哥秉着 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原则 直接开进了别人的玉米地 这样两人都觉得很刺激 看着后面压出的痕迹 两人突发奇想 直接在玉米地里 留下了两人的名字 路上主发现了他们 要不是杰哥开得快 两人整个暑假 都要在这里打工了 来到一处风力发电站 他们准备休息一晚 杰哥拿出罐头 却没有开罐器 阿伟拿出披萨 这是冷冻披萨 用火机烤 烤了半天也没用 气得杰哥一脚踢飞的披萨 没办法 只能饿着肚子睡觉了 到了第二天 两人来到了一个村子里 在一个好心人的家里 蹭了一顿饭 走的时候还抱走了一个大西瓜 可就在阿伟在路边上厕所的时候 一名警察看到了杰哥是未成年 居然启动了汽车 就上前盘位 让他拿出驾驶证 可杰哥无证驾驶 直接一脚油门就冲了出去 现场只留下了一脸懵逼的阿伟 追不上车的警察 这时也发现了阿伟 就在这时 阿伟灵机一动 直接冲向警察的自行车 骑上自行车之后 用了一灯 任凭后面的警察怎么呼喊 他都不理会 成功跑掉的阿伟 在树林里躲了一天 第二天 他来到风里发电站 等到晚上的时候 杰哥开着车 终于找了过来 还给他带来了热腾腾的披萨 为了躲避警察 两人还把汽车的颜色 喷成了黑色 汽车没油的时候该怎么办 这场人想的 肯定是去加油站加油 可他们两人身上没有钱 只能想着 从路边的大货车上借点油 于是他们来到垃圾厂 找了一根软管 到了晚上 他们打开一辆大货车的油箱 把软管插了进去 然后一阵猛吸 顺利接到了油 第二天 他们继续上路的时候 发现后面跟了好多警车 马上就要追上他们了 杰哥方向盘一打 直接拐进了小树林 没开多久 两人来到了一处木头桥前 此时的他们无路可走 只能硬着头皮开了上去 可没走多远 却发现前面的几根木头断了 没有办法 两人下水找木头 准备把桥修好 可一不小心 杰哥被给钉子刺伤了 这也让他没办法继续开车 最后只能让阿伟坐上了驾驶座 虽然是第一次开车 但是在杰哥的指挥下 越开越熟练 来到高速公路的时候 一辆拉满二师兄的货车 别了一下他们 阿伟想超车 却怎么也过不去 前面的货车司机 明显就是故意的 阿伟打算从应急车道超车 前面的货车还是想别他们 却一票心躺在了路中间 阿伟赶忙踩刹车 可距离太近了 他们还是撞了上去 此时的二师兄们满地跑 他们两人也是伤痕累累的 接触了这场旅行 没过多久 警车赶了过来 杰哥准备逃跑 却被阿伟叫住 他把那件龙家客送给了杰哥 这也让杰哥很开心 他穿上了外套 一拳一拐地离开了现场 被警察找到的阿伟 在医院里虚幻了几天 父亲让他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到杰哥身上 可阿伟却在法庭上说出了实情 然后就被处罚去 社区服务站做义工 在开学这天 警察拦住了他 原来附近又少了一辆越野车 他们怀疑是杰哥干的 只有阿伟知道 这是杰哥在给他发信号 他现在安然无恙 下了警车之后 阿伟黑给他关上了警车的门 这也吸引了同学们的注意 半花也被他吸引 阿伟和以前变得不一样 不但是那个胆小懦懦的阿伟 上课的时候 半花给他传了纸条 可阿伟却毫不在意 他现在想的是那个炫酷的杰哥 不知道你们在上学的时候 做过最酷的事情是哪一件呢 不妨评论区讨论一下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